在等候多时以后 Lexus Malaysia 终于在我国发布了他们旗下 这个最新的入门 Crossover 车型 也就是 Lexus UX 我国市场的 UX 一共备有三种车型 分别是 Urban, Luxury 以及 F-Sport 而在我身旁的这台则是 Luxury 车型 现在就让我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新车介绍 Lexus UX 是由首席工程师 Chikaka Koko 所带领研发 而它也是 Lexus 史上首位女性总工程师 也因此在这台车身上我们可以看到 许多独特的元素 首先我们就说一说前脸造型的部分 UX 车头的设计看起来很大胆 很激进的感觉 整体呈现出一个年轻化的气息 其中在这个仿锤式水箱护罩的部分 这个也是 Lexus 近期的招牌设计 这个水箱护罩是一个立体的造型的呈现 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造型 此外这个造型偏常锐利的 LED 头灯 主要它还支援自动远近光灯的功能 而上方我们还可以看到 这个非常漂亮的 被俗称为 Nike 日行灯的设计 这个其实它是一个 L 形 强调 Lexus 的 L 字的标志 不过这回这个日行灯上方 它有垂直线条的设计 除了肉眼上看起来很漂亮之余 它还能够让这个 LED 日行灯的亮度 更加具有深度 晚上看起来非常漂亮 那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是这个 大型水箱护罩下方的这个菱角设计 这个菱角它是以一个 类似 Aluminum 这样的一个铝质 四条来呈现 在视觉上看起来非常具有质感 在车车部分我们会看到 UX 它的整个车身线条是非常流线型的 呈现出一种很紧凑的姿态 那我个人是相当喜欢它的车身部分 有一个拱起的一个线条设计 这个设计还有这个黑色护板的设计 其实还有一个功能 那就是提升空气动力学的表现 那我身后的这台 Luxury 车型 它采用的是一个18寸轮圈的配置 除了 Luxury 以外 Sport 版本也是采用18寸的轮圈 至于入门的 Urban 车型 则是使用17寸轮圈的配置 Lexus UX 它是以 Lexus 的 GAC 也就是 Global Architecture C 平台打造 那我国的 UX 搭载的引擎是 2.0L 的 Dynamic Force 自然进气引擎 这具引擎可产生171PS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力则是205Nm 并搭配备有起步齿轮的 Direct Shift CVT 无段速变速箱 这样的一个动力组合 0-100 的加速表现为 9.2 秒 而根据官方的数据 它的油耗表现为 6.2L per 100 公里 同样的设计巧思也来到了 这个车尾贯穿式的尾灯设计 那这个尾灯组其实它的设计也是具有功能的 像是旁边这个 L 字型的 Aero Blade 除了代表 Lexus 以外 这个设计其实是启发至 F1 的赛车唯一的一个造型 原厂表示这样的设计可以减少 16% 的车身压力变化 优化车尾的空气流动 有助于提升转弯和侧风行使时的稳定性 有意思的是 UX 的这个尾灯造型它的设计灵感是来自动漫 魔神 Z 的一个设计 那我国的 UX 啊 Luxury 和 F Sport 版本啊 它是备有这个电动尾门的配置的 而且它还支援脚踢式开启与关闭的功能 Lexus UX 的内装可以用充满了日系的精致感来形容 那这个 Luxury 车型呢 它使用的是一个特别的白色与蓝色双色混搭的一个设计 其中这个中控台上方的这个 饰板呢 这个饰板其实是有故事的 它的设计灵感来自日本这个盒子的包裹材质 营造出一种平静温暖的感觉 此外这个皮革设计呢 它的这个缝线也是挺特别的 它源自于日本的赤子锈 这一个是日本的一个传统的缝线技术啊 是主要用于柔道还有剑道武术的制服 不但美观而且能够提升耐用性 UX 的内装也是经过精心的铺拍啊 所有的设计都是基于一座掌握 Sit in Control 的精神打造 以确保所有的功能啊 按键啊都是围绕在驾驶者旁边 方便驾驶师进行操作 那在配备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方呢 就有这个7寸的全夜景显示仪表盘 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在不同的驾驶模式下呢 那个界面是会稍有不同的 除此之外旁边这个10.3寸的悬浮式主机屏幕啊 也是非常的精致 身旁还有这个造型非常漂亮的钟表 这个主机它支援Apple CarPlay 以及Android Auto 的手机互联功能 它同时也能播放 FLAC 以及 WAV 的高清音乐格式 那在这方面呢 这个LUX 车型还是备有8个喇叭 其中就包括了一个低音泡 座有一台豪华的SUV车型啊 AX-UX 的配备当然不仅一次了 它其他的配备还有像是这个前方的座椅 是具有8向电动调整的功能 而这个司机座呢还具有两个记忆功能的 那除此之外 它还具备了这个无线充电手机插座 以及双去恒温空调系统 另外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 是它的这个空调的这个旋钮呢 它其实是内置一个LED的灯条 它会以一个深层的一个LED 氛围灯来呈现 晚上看起来是非常漂亮的 还有就是这个Lexus Touchpad 这里有进行了改良 它除了支援Stroll 也就是滑动的功能以外呢 你还可以Touch 然后你还可以Drag 你甚至可以这样进行放大 这个叫Zoom and Pinch 的功能 而且这个Touchpad 原厂在设计的时候 特别要求工程师戴那个美甲 通过这个美甲来亲身体验 用女性用户在用指控 这个指腹来操控时的那个触感 相当的贴心 在安全配备部分 UX 除了全车备有8G 安全气囊以外 它还导入了被称为 Lexus Safety System Plus 的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这项系统呢它包含了像是车侧盲点侦测 后方横向来车侦测 前方碰撞预警 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维持辅助 主动式远近光灯 以及DRCC 雷达主动式定速巡航的功能 相当的丰富 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 这个全新 Lexus UX 的新车介绍 不知道大家对这一台最新的 日系豪华 Crossover 有何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 也顺便告诉我们 你们最喜欢的车型是哪一个版本 我是小明小编 我们先回来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这是真正的 errand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字幕可以停留下来 我们下期再见 因为运辆